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怎么这么着啊 你都快睡了足足十个时辰了 你该起来了 把药喝了吧 要是有蜜剑就好了 答应过你了 下船就给你买 我们到哪儿了 不知道 我也第一次来练剿 我去创片看看 没事吧 没事 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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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你吃吧 我从来不吃这种来路都民的东西 不甘不净吃了没病 再说吧 你生病刚好 吃点红糖补气又补血 你平时都这么给人吃东西吗 想求什么想求 好 二位请 客官慢走 请在此处稍等一下 贵客来了 天旋帝皇 磐石如玉 地支天干 碧海如炫 天字九号 高山阳指 锦航行之 公子 楼上请 我就知道 你这个黑狐狸上岸定是零额所图 只是没想到明洞天下的如玉轩 竟然是你引泉水泄的地方 公子 您没事真是太好了 传唤下去 不日 我就会回到雍京 是 公子还有什么吩咐 你觉得 他长得如何 清国清城 绝代佳人 您可真会说话 黑狐狸 事儿办妥了 我也吃饱了 咱们赶紧走吧 走吧 不急 小人经商几十年 讲究的就是一个成字 句句属实 绝无虚言 我看未必 你要是真那么实诚 怎么没看出他身上的衣裳 和这清锅清城四字 根本不搭边吗 公子 这还不简单 避赢避雪 给这位姑娘 挑点咱们这里 最好的衣裳 是 是 别 黑狐狸 你什么意思 我要帮我的表姐 挑点衣裳 你个子跟她差不多 就当 不是 帮个忙吧 我 姑娘请吧 请吧 来 请吧 请吧 唉 花海一幅笑颜 卫影一壶清泉 潘出雪 伴你流 这是雪云沙所致 公安相墨千泉 花瓣里的诗篇 是谁雕 难 怎么啦 没怎么 很好 行 你就穿着吧 我表姐跟我一个性子 从来不穿别人碰过的衣裳 这如玉轩 对外是酒楼客栈 亦可做救济之用 我刚才说的暗号 你都记住了 以后要是有什么临时不凑手 随便找一家如玉轩的分号 进去对上 一千营业以下的东西 随便你拿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表姐的吧 想谢我的救命之恩 请我喝酒就好了 拐这么大的弯 送我件衣裳 不过好意我心领了 这种身外之物能穿就行 我这钱的衣服呢 都烧了 还有狐狸 都烧成灰了 你还要转回家吗 别动 没眼 这混沌的潮沿 人生在世 总有不高兴的事 所以一定要学会开解自己 总是站在船头 吹风望月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多选几件好看的衣裳 多买几碳好酒来了 你看 这玄月 美不美 美是美 喝几碳好酒 不许摘 来 我可说好了 这个同事 你不许拿去换酒 东西竟然送给我 你管我干什么 自然是管不了我 要不然你就别送 是好是坏 又好又坏 坏的是 我爹知道我出事 似乎并没有很难过 好的是 我大哥 倒是真的为我伤心 春云春雨他们 和尹圈水仙 也都没有背叛我 这次害你的人是 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豪门世家 争产夺权 那些画板里可没稍息 这画本里的主角啊 都是这样的 冯凶画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到时候你可别忘了 我这个救命恩人 前面就是雍州了 你不去看看 我可以陪你穿着 本来就是绕掉儿媳 还是尽快送他们回去吧 再说了 你一到雍州 必定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就不打扰你了 师姐 师姐不好了 近日早起 我一直没见白师妹出来 我敲了两次房门 也没人应 无奈之下我就推门进去了 结果发现白师妹昏迷了过去 还发了高烧 去看看 看麦香 应该是水土不服 导致的伤寒之症 我能帮她稳定下来 不过 还是得找大夫才行 去佣经吧 我为她找最好的大夫 我也可以暂时为你们 找一个居所 等她病好了 你们再早已不迟 好 就这么办 多谢了 九龙 通知大家收拾东西 暂去佣经 是 师姐 快去 大夫 大夫 如何 大夫 事很严重吗 大夫 幸亏治得及时 若再耽搁一会儿的话 恐怕这命就没了 多谢 明明路路更快 却非要绕到水路 若非如此 小师妹也不至于病吗 就是 要走水路之事 是我拜托师姐走的 若要责怪便是我的问题 现在不是说闲话的时候 狼华治病最重要 二师弟 师父出门前说过 门中大小事物全权由我做主 你没忘记吧 大夫 我先开始铁药 没铁两张一叶 一铁两张一叶 要钱还是要命 这姑娘上了心经费脉 这几天不宜走动 而且 一定要好好调养上十天半个月 不然的话 这病根不去 就是一辈子的事 明白 按照您说的做 开石铁药吧 好 九龙 跟大夫去拿药 多谢 这段日子 我们先暂聚佣经 是 回去吧 我才不想回去见二师兄呢 他是门内弟子男子中的第一 本来师父不在 是应该由他来带掌师妹呢 可惜偏偏成了我 隔谁心里也不舒服 我 也对 你是为来掌门吗 肯定得有点容人之亮 我可不想当掌门 这么麻烦的事谁愿意做 等师父回来 我就要游山玩水去了 今日给小师妹治病 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在佣金还得住几日呢 但钱用得差不多了 我刚才还跟九龙在商量 说要想法子多挣些钱 这些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只要有我在 一定就能有办法 回去休息吧 是 不知师父怎么样了 之前也没告诉我 掌管一个门派原来这么难 还有黑狐狸 不知他是否顺利